我也是没办法了 虽然我们姐妹俩 现在关系闹得很僵 可是让她带孩子 我倒放心了 晓宁是个善良的人 我相信她会善带孩子的 行啊 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吧 那静啊 妈有个事求你 你看你能不能找时间 跟乐乐聊一聊 你让她别跟那些 不三不死的人接触了 你的话她能听 妈你放心吧 我会和她说的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看这个安 不错不错 好了好了好了 你看这个安 不错不错 小祖宗啊 你能不能不哭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不能直接拿凉水 拿汗水涮一下奶瓶 不然孩子会拉肚子的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啊 你怎么还哭啊 你都一百天了 知不知道你还哭了 她肯定是饿了 一会儿吃饱了就不哭了 放心吧 有本人去你妈那儿哭啊 你在我这儿哭有什么用 行了 行了 来 来 吃吃吃 太烫了 有你这么喂孩子的吗 拿汗水去瞄一下 不 给我 好了 好了 来来来来 快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 怎么不哭了 你要是再不闭嘴呀 我就要疯了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有人 跟一个婴儿吵架 你看他吃奶的样子 多可爱啊 你呀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姐跟你爸 就是看准你这一点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最好是 把她交给墨轩的父母 我会去跟许教授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绝对不行 为什么 我要是那么做的话 我姐跟我的矛盾就更深了 要不要把安逸交给墨轩的父母 就得由我姐来决定 我不能善良做主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替你姐着想 为什么你姐所做的一切 都要你来承担后果 现在还要替她带孩子 那我姐现在失踪了 我能怎么办啊 我找谁说理去啊 我总不能跟她说理吧 就算我想一脚把她踢出去 她这小屁股 还跟不下我一举脚呢 安妮 安逸真的不能跟着我们 我们根本就不会带孩子 我们 我又没有说过让你跟我一起带孩子 什么意思 你要自己一个人带 我姐没回来之前 我只能先带着她了 大不了由我一口饭吃 我就分她半块 带一个小朋友并不是说 你给她吃饱了就可以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我能怎么办啊 我总不能把她 扔到故事院去吧 我就不信你姐舍得安逸 说不定她就躲在哪个角落 一直看着我们 万一你接手了 她马上撒手不玩 你信不信 只要移送安逸去福利院 她马上冲出来把安逸抱走 你怎么知道 我姐就确定孩子在我这儿啊 你怎么就知道 她一定在监视我们啊 我们总不能拿孩子去当赌注吧 不是 我这么说 就是想为你好吗 想办法了不是吗 喂 姑娘 你找谁啊 姑娘 你 别跑啊 姑娘 你站住 张婶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刚才一个女人在的门外 鬼鬼祟祟的 我问她谁 找谁太太 不说哄哄哄哄就跑了 女人 她长什么样子啊 我没看清 她戴一个大头巾 还有一个大墨镜 身材挺高挑的 穿得挺漂亮的 一定是你姐 你看吧 她就是舍不得安逸 暗中看着你们 姐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是你来了 你可得把安逸接走 安静 你给我听着啊 你自己生的孩子你自己带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了啊 你还真不管了是不是 那我也不管了 我现在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 去吧 来 小心点儿 别让人发现了 你说我姐她会来吗 她会来的 她怎么舍得安逸呢 可是万一 她刚才已经来过 现在已经走了 怎么办啊 不可能 她现在肯定像我们一样 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 偷偷地看着 就跟你躲 看谁的心软 一定要坚持住 知道吗 别担心 没事 谁叫这孩子啊 快检查看看 看看他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残疾啊 健不健康呀 来 我看一下 儿子看什么 老家康康 健健康康呢 没什么问题 那准是她家的父母啊 只有男轻女 小生的儿子呗 看了这个小可怜啊 这么可爱 她还在笑呢 慢一点啊 近近近一点 近一点 喂 谁家这么狠心的父母呀 这么可爱的女儿 你们真不要啦 别过去 坚持住 已经不会忍气 可爱意气不离怨的 放心吧 再等等 坚持坚持 算了算了 孩子父母肯定早就走了 那我们走吧 哦 我们回家走 哦 我们回家走 等等 这是我的案子 你说你了 再坚持几分钟 安静就会出现了 我姐 她就是要给我赌谁的心意 我不赌了 还不行吗 我连输了 阿姨啊 对不起啊 阿姨 这就带你回家啊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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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育一个孩子 不是养一只宠物 责任非常重大的 这个责任 不应该由你来承担 你心疼你姐 我心疼的是你 你就不能 心疼一下你自己吗 可是 如果我真的把安逸 丢在福利院门口 我会每天晚上 做个梦的 大人们的错 不应该让一个孩子 来承担啊 安逸已经进入了 我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拒绝 我也逃避不了 就只能先养着他了 安逸 不是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能逞强的 如果超过了 自己的能力 这就是不现实 我还是跟许教授 说清楚吧 我们把阿易 交给他 你给我站住 你就是不肯听我的 是不是 你如果非要接日 去找许教授 那我们就只能分手 分手 为了这事 你跟我说分手 分手就分手了 反正你心里没有我 行 分就分 谁怕谁 你以后再也被来找我了 不来就不来 谁来些孙子 都是你 阿易 我的生活好不容易 有点起色了 又被你给毁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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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易 你这个没人疼的小东西 就这么赖上我了是不是 以后 就只有咱们两个相依为命了 是不是 阿易 乖啊 阿易 阿易 马上给你换掉铺 阿易 别哭了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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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不是你的孩子呀 是他妈呢 好不容易抬上我了 你赶快给我弄吧 弄好了再去哄孩子 实在不好意思 孩子哭得厉害 你两个孩子这么小 如果不是万伯爷 谁舍得把孩子带出来呀 嗯 谢谢啊 谢谢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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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 你最近怎么对我 越来越冷淡了 哪有啊 我不是一接到你电话 就马上赶过来了吗 口是心非的家伙 最近给你打电话 你老不接 好不容易接了电话了 你又没说两句就挂断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 有情况了 佳佳 我看你最近的身体状况 好了很多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天明 我记得 是不是该到你姥姥的继承了 我可记得啊 我们佳佳 可是整整伺候你姥姥三个月呀 那可是端屎端尿 我想你姥姥的在庭之灵 也希望你能好好地照顾她 直到她痊愈 天明 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事情想跟我聊聊吗 什么事啊 我现在已经是分公司的总经理了 责任很大 工作也比以前忙了很多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时间来看你 希望你明白 稍等一下啊 你还没找到钱呢 你还没找到钱呢 那也要帅 先坐来坐来坐 谢谢 爹爹 哎呦 男方 这一下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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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几年 你一定受了好大的苦 但是人生嘛 就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她不但不漂亮 脾气也特别糟糕 喜欢无缘无故踩人的脚 喜欢叫人家色老 不过她的内心特别善 你是我见过所有的女孩里面 最善良 最勇敢 最坚强 最乐观的 你从来不怕输 你从来不服输 可是我的人生 糟糕透顶 就像是一个烂泥潭一样 如果你的人生是个烂泥潭 那么 那么我就是一条大泥球 永远守着那个烂泥潭 奶奶 奶奶开门 是我 我回来了 开门哪 奶奶 出去 出去 奶奶 你好 我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 你不是说 再来就是孙子吗 所以你就是奶奶喽 嘿 我有那么老吗 老婆 当然老啊 我也很老 我叫老公 女儿 爸爸回来了 抱抱你啊 你别近点 孩子刚睡着 睡了 那我只能抱抱妈妈了 放手 放手 不放 放手 不放 不是好分手的吗 谁说的 你说的 没说 不要了 就不要了 无赖 无赖就无赖 世界这么乱 单纯给谁看啊 单纯给谁看啊 你讨厌 不行了 残废了 有人要照顾我一辈子了 有人要照顾我一辈子了 一辈子啊 一辈子啊 我说回我之前说的话 自私的人不是你 是我 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我没听错吧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 我早就决定了 要跟你一起挑起所有所有的担子 对不起啊 师傅 我在你面前 就知道嘴硬 其实我心里 对你特别特别地依赖 如果要是连你都不肯帮我的话 我真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 我还不了解你了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让你再吃苦了 虽然你没有答应我 但是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我石天明的女人 不管你以后要承担什么 我都会跟你一起承担 没事 有我在 什么都没有担心 你今天是你的继承 我来看你了 我还带了一个新朋友来看你 我跟他认识四年了 这是他第一次来 他叫安宁 姥姥 我相信你是看得到的 我心里面爱的那个 是安宁 杨佳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跟她真的不合适 我对她就好像妹妹一样 大概四年前 我已经跟佳佳说清楚了 要跟她分手 但第二天 她受了重伤 她失忆了 所以我就一直照顾她 我准备等她完全康复了 等她恢复记忆了 我会跟她说清楚 希望姥姥你能体谅我 对不起姥姥 是我来得太晚了 没能在您生前尽孝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天明的 希望您能接受我 姥姥 姥姥来了 她本来约我 一起来给姥姥上粉的 但是我推掉了她 她是把她打给你啊 对不起 您拨下的号码我也拨打 将后再拨 将后再拨 好了 我真的 好想您 您说 您要是还在的话 该有多好呀 这 姥姥 我改天再来看您 大姐 你真的舍得把阿姨丢给二姐 就不管了 乐乐 其实我这次找你 就是这件事情强行的帮忙 哎呀 你能不能时不时地 回去帮我看看阿姨 你二姐你是知道的 她人激烈 我却很容易被她发现的 帮你传递消息是没有问题 何况二姐这人 刀子嘴豆腐心 她一定会带好阿姨的 只不过 这样二姐就更辛苦了 大姐 我们这样对二姐 会不会太狠心了 我知道 可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一定要 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 等将来我条件好了 我会加倍补偿她的 对 对 你找到什么好门路了 这么大口气 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在一家机票代售点服务 每个月月薪三千多 才三千块啊 我做这个工作 可不是为了那一点工资 要知道现在高级白领 每年的年薪也不过十几万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那你去干吗 像我这样 经历过两次失败的感情 我总算是看明白了 其实一个女人这辈子 最大的任务就是 经营婚姻 而我现在的年轻貌美 就是我最大的自然 大姐 你不会是想去调个金桂絮吧 正是这样 我还打算把我自己的那套房子卖 这样我就有足够的 前期投入资本 我现在在美容美发 健身媒体 我还请了个英语外教 帮我锻炼口语 对了 我现在还在学打高尔夫球 我要让我自己整个人看起来 充满着魅力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这跟你去代售机票 有什么关系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傻妹妹 像你大姐条件这么好的 能是去卖普通机票吗 我是专门为 头等舱 VIP客户服务 只要发现合适的目标 我就会买同样的航班同行 安小姐 安小姐 我来啦 张婶啊 阿姨 你在忙什么呢 哎 张婶 安姨就拜托您了 哎呀 你去放心吧 我给我老头子 会把安姨照顾好的 张婶 这房子 您这么便宜就租给我 不说我没水电费 有好吃的就给我送过来 现在又帮我看孩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了 哎呀 谢什么 大家在一起都是缘分 我女儿呀在外地打工 那房东呀 也照顾她很多 这人哪 觉得互相帮助 哎 谢谢张婶 那我出摊儿去了啊 啊 好 哦 哥 安姨 阿姨走啦 要听张奶奶的话 嗯 乖宝宝 给阿姨说再见 哎 乖宝宝 给阿姨说再见啊 走了 张婶啊 啊 好 你慢走哈 哎 好 路上小心点哈 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今年的销售总结报告 和去年公司的总利润 持平 先生们 持平就意味着倒退 各方公司的效益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唯有集团支出此公司的业绩 却出现了下滑 我知道 紫公司的业绩下滑 主要是因为我负责的那个 新青年公寓的项目 销售成绩不理想 不理想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坚持己见 坚决采用了 新型的环保材料 导致整个建筑成本大幅上涨 新青年公寓的基本目标 就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的购买力有限 承受不了高房价 所以我只能压低整个利润的空间 来刺激销量 这个项目 是你在任设置部经理的时候 亲自操刀的 当时我就给你提出了 警市的风险 让你纠种方案 可是你非常顾虚 我万万没有想到 王总部方面说的 我来说 不知为什么 你反倒因此受到了提拔 被调到子公司任总经理 而这个项目也改头换面 变成了你上任后 主招的第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拖了公司的后腿 也拉低了整个集团的利益 我承认 在这个项目上面 我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但这不代表 我的经营思路是错的 是 新青年公寓的利润 确实不如整个集团 其他的项目 但各位别忘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 让整个集团 赢得了很好很好的口碑 口碑这个东西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没法调破 所以集团设定的考核制度 还是以业绩为主 张总 我认为徐天明 虽然有些才气 但毕竟还年轻 又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 恐怕不是一单人 子公司的总经理一致 是啊 年轻人还要多理念一点 才能比重点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都有道理 我的意见是 苏天明是个好瞄子 虽然这个经验不足啊 意气用事 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和当初的设想值有点差距 但是年轻人这个锐气和闯劲 他是值得鼓励的 我给他的任期是三年 这第一年的考核 我给他基本上是及格 那就且看他接下来两年的表现了 好吧 来 蒋总 谢谢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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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的话就先别说了 你这一年的表现 并没有我预计中的好 但是也不像董事们说得那么坏 我希望接下来的两年 你已经能够用 你实际行动来告诉我 证明我没看错人 那我就用行动来证明 好 怎么 蒋总 这是您要的两张 周杰伦演唱会的贵宾票 好 对了 您再帮我订九十九总 玫瑰花在开场之前送到会场 您放心吧 蒋总 我什么时候耽误过您的事 我还知道啊 这位张小姐性格单纯活泼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卡通造型的荧光棒 到时候会跟玫瑰花一起送到会场去的 好 你办事我放心 谢谢蒋总 好 怎么样 看什么 没什么 喝茶 好 谢谢 是,你就是安静 小姐,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你随便给我来点什么吧 给它来杯卡布奇诺吧 好的 一杯黑咖啡,不加糖喝奶 好的,请稍等 你喜欢喝黑咖啡 是啊,我第一次喝咖啡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啊,别人给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那个时候的我啊,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接受 可现在的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更知道自己是喝什么咖啡 你点了黑咖啡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啊 也觉得咖啡很苦 可慢慢地却爱上了这种苦的味道 郑国和我一样都爱喝黑咖啡 你凭什么这么亲热地称呼我的丈夫 是您丈夫啊,要求我这么称呼她的 她喜欢我叫她名字 张太太 安小姐 您就这怎样才能离开我的丈夫呢 张太太 这个问题您不应该来找我呀 您应该去问您的先生 因为从头到尾都不是我离不开他 而是他离不开我 我知道 他现在迷恋你 不过 等他过了这个热乎劲之后 我相信他还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我们才是患难与共的结发夫妻呀 这结发夫妻呀 换一种方式讲 也就是在一个对的时间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很多男人啊 在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之后 很少有男人 再把这个错误继续下去的 你 小三我见多了 没见我像你这么肖章的 你无耻 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不要让人觉得 你这么没家教 张太太 您您坐下 这里可是五星级酒店 请您啊 注意一下您的言谈举止 别让别人觉得 您没救了 你 先坐下坐下 我今天来啊 也是有一些 想掏心窝子的话说给您 来 坐下坐下 这俗话说得好 苍蝇不定无缝的鸡蛋 很多女人在被男人抛弃之后 往往只会埋怨丈夫的不忠 可从来啊 都不知道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 我哪儿做错了 我为他生儿育女 我为他超市这个家 在他没有钱的时候 我陪他一起打拼 他现在有钱了 身边又多了一个像你这样摘果子的狐狸鸡 难道错还在乎我了 没错 在郑国创业初期啊 你的确是帮了他很多忙 可他也还给您了呀 您瞧瞧 您现在这身上穿的戴的 还有手里拎的包 不都是郑国给您买的吗 这是我应得的 不 您错了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啊 是天经地义的 这么多年 郑国一直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打拼 可您呢 每天只知道逛街买名牌吧 您在麻将桌上花的时间 可远比在您丈夫身上花的时间多吧 他现在想我这个 想我那个 当初如果不是我 他能有今天吗 看来啊 郑国说得没错 你总是爱重复同样的话 说什么 您变卖了家私 成全了他 没有现在的您就没有他 说了二十年了 不烦吗 你 你不要得宜得太早 你就不担心你也有老的那一天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我也认为 可是 重要的是 现在我是赢家 而你是输家 你 慢走 不送了 张女士 你等客人来了 你 你身上的这条裙子 是在夜市上买的吧 还有你脚上穿的 这双人造格的高跟鞋 也是地摊货吧 你这浑身上下夹起来 还抵不上 我这一瓶酒的价钱呢 小姐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把咖啡收下去 再给我来杯公酒 好的 谢谢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一个卖烤红 这就算是烤红薯的小伙子了吧 宋阳是愿意穿着名牌西装 和我坐在这五星级的大酒店里 听着优雅的钢琴 喝着英式下午茶呢 还是愿意跟你登着一辆 除了铃铛不响 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 去卖烤红薯呢 只要你离开宋阳 这就算是对你的补偿 谢谢你 好 谢谢 红薯 谢谢你 曼总 下次光临 谢谢 好 哎 这位大姐没俩什么 请问 您是安宁吗 是啊 您是 你是不是有个姐姐叫安静 对 她 她现在哪儿 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呢